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支争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1年10月10号 今天咱们简单的聊几个新闻 随后我们有一个问答环节 因为很久没有和各位网友互动了 特别是希望之城的会员们 也提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后半段会回答一些网友的提问 今天想说的第一个新闻 是欧洲新闻网的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就提到说 10月份的大崩溃 因为现在全球的市场确实是非常的动荡 在澳洲的新闻网分析里面的话 提到说9月份通常是股票表现最差的一个月 而且就是说一旦到了9月份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股市会进行一定的调整 那么每次一到10月份的时候 就不是每次到10月份 就是每次大崩溃几乎都发生在10月份 一个是1929年的华尔街崩溃 就是发生在10月 然后1987年的黑色星期二也是10月份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它也是发生在10月份 那么2008年当时是9月份雷曼兄弟倒闭 那么当时股市最糟糕的情况也是发生在10月份 这样的话就是10月份可能成为很多这个股票交易员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 虽然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美国的股市在9月份的时候的话 它其实是这个一开始表现是非常的糟糕的 就是它糟糕了好几次 但是呢就是在9月底的时候出现了一次这个股市的回调 但是10月初的时候呢 就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又出现了大跌 所以现在就这个很多全球的这个金融分析师呢 和这个交易人员都在盯着这个股市 看一看今年会发生什么 现在其实全球面临的这个经济问题是特别的严峻 人类历史上呢是经历过通胀 经历过滞涨 而且呢每一次似乎都有应对的办法 但是现在遇到的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 是前所未有的 大家知道一般的通胀啊 就是货币贬值 简单的说就是 就是经济过热了啊 市场上的钱太多了 这个商品太少 这样的话呢物价会上涨 就是钱不值钱了 这个时候呢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去调节 收回这个热钱的话呢 通胀就会降温 因为这个市场上钱就变少了嘛对吧 那么比通胀更难应付呢就是滞涨 所谓滞涨的话就是物价在上涨 但是呢 这个按说物价上涨感觉好像是说大家有很多钱是吧 想买东西是吧 但其实大家没有钱 就是一方面物价上涨 另外一方面大家又没钱 没钱的话呢是因为失业率的增加 从一般的就是说经济学原理来讲 如果你要是讲这个就是像这个古典经济学啊 像这个写国富论的那个亚当斯密 按他的这个这个理论来讲呢 当这个民间失业增加的时候 民间的购买力呢就会下降啊 下降的结果就是需求减少 需求减少之后呢物价就应该下跌是吧 但是在滞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他是一个特别棘手就是因为呃他的这个价格呢并不是供需关系引起的而是原材料或者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引起的就是当原材料价格上涨或者比如说煤的价格上涨铁矿石的价格上涨铜的价格上涨那么或者是能源价格上涨这个时候呢造成这个生产成本的提高生产成本提高之后呢最终的产品价格一定会上涨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大家却因为失业呢就买不到就买不起商品 所以你商品不能卖亏了是吧 价格在这可是大家却买不起买不起的话那你价格虽然高可是卖不出去啊 你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生产是吧 那么只好裁员造成这个生产的萎缩 然后呢失业进一步的增加就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中了 上一次美国发生滞涨非常典型就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 爆发那个石油危机啊 就当时因为这个海湾国家呢 他们由于报复这个西方社会支持以色列 所以呢就不向西方国家出口原油 造成这个西方的这个汽油价格飙涨 当时这个美国的汽油价格飙涨了三倍 后来在1979年的时候 伊朗又发生宗教革命 然后也是石油禁运 这样的话就带动了这个汽油价格的上涨 汽油价格一上涨之后呢物价肯定要上升是吧 当时这个民众的消费能力中啊 就是这个民众消费的这个钱里边的话 很大一块是能源支出 那么被高油价就挤压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然后他们就买不起东西 然后的话呢伤害了消费又伤害了生产 又造成了失业的增加 经济的话呢就进入了滞涨 当时出这个情况的时候 大家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后来呢 这个里根上台的时候 就想到了一个解决滞涨的办法 就是通过减税 那么减税的话呢 它一方面能够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 是吧 那企业你不用交这么高税了 那么当然你最终产品的价格呢 就会降下来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减少个人所得税 减少个人所得税的结果是 老百姓你不用交那么多税了 是吧 那么你就有更多的钱去消费 所以呢 它一方面通过减低企业的税 去降低生产成本 从而降低了这个市场上商品的价格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减个税 让老百姓的这个实际收入的话呢增加 这样的话呢双方就是一边价格下降一方面的这个 老百姓钱多了 最后就把这个滞涨的问题就给解决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减税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减税的问题是 你得压缩政府的开支 或者如果你不能压缩政府开支的话 你就必须得政府去借债 因为政府减完税之后的话 政府就没收入了 政府没收入的话 它怎么运转呢 你只能是借债 或者呢就是你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借债 要不然的话就压缩你各种各样的政府开支 压缩政府的规模 在里根当政的时候呢 那个债务水平并不高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几千亿美元 说里根的时候把美国国债变成上万亿美元 但是那个时候觉得高的不得了了 但是其实呢 你要从现在的水平来看的话 现在美国是国债28万亿啊 28万亿 里根那时候才1万亿 就提高了28倍之多 当然有这个货币贬值的因素在啊 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呢 这种就是28万亿跟1万亿的话 还是不成比例的嘛 所以当时里根政府解决这个滞胀的问题 就是减税啊 减税的结果呢 就是靠政府的赤字来这个解决滞胀的问题 就政府借债来解决这个滞胀的问题 但是现在全世界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就政府的债务实在是太高了 美国政府债务现在是28万4千亿嘛 就是就是如果你要是不提高这个 这个debt ceiling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不提高这个这个这个债务 那个就是天花板的话 你就没有继续借债的空间了 对吧 那么政府的福利支出的话 现在是个大问题 就是没办法压缩下来 联邦政府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其实要解决的问题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要大规模的压缩政府的开支和福利 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减税 否则的话你又要借债嘛 等于是 那有人讲了说如果没有福利的话 没有政府的福利的话 那这个那么多人吃不上饭怎么办 其实传统的社会来讲呢 这种这个这个就是吃不上饭的流浪汉问题 就贫穷贫穷问题的话 它是交给民间去解决的 民间有很多的慈善机构 是吧 特别是宗教机构 他们都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本来不应该是政府来解决的 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要压缩这个政府的开支 你不压缩政府开支的话 你很难解决这个滞涨的问题 那么你要压缩政府开支的话呢 实际上就现在就处及到了 美国这些左派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了 因为左派现在左一个绿色新政 又一个基建法案 拼命的花钱 它这个这种问题的话 在美国如果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滞胀的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 所以呢就是说 因为你解决滞胀的话 基本来说的话 就是可能会借更多的债 所以现在就是各个国家借债呢 已经像吸毒一样啊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已经 澳洲新闻网里面呢 讲了这个就是报道里面讲 他说这个现在全球滞胀的话呢 它的问题是很多方面引起的啊 包括这个Delta这个变异病毒 令经济增长损兵折降啊 还有就是航运的限制 对全球贸易的干扰 就是现在很多物价上涨的原因 是因为航运的限制 就是运力的限制 本来全球之所以就是说商品可以很便宜 是因为各个国家其实都在寻找这个就是生产商品的那种价格比较低廉的地方 然后的话生产出来之后呢再通过这个海运呢 把这个产品运到全球各地 所以实际上这个物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由于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就造成很多的港口呢 新冠病毒的问题呢就造成很多的港口就关闭 关闭的结果呢就是说商品运不出来 所以市场上的商品数量变少了 商品数量变少之后的话 它的价格当然就增加了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迅速浮现的这个能源的危机 特别是在中国 现在能源危机的话已经变得非常的明显了 就是煤啊 天然气啊 这个石油啊等等 现在价格都在飙涨 还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它这个现在恒大爆雷 然后花样年爆雷 很多的这个就是房地产企业的话 都有可能会还不起钱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债务违约 债务违约的话 它是一个连锁的东西啊 就是它不是说一个公司违约就 就就这个就是对其他别的公司没有影响 就是现在大家知道 这个资本市场高度关联 比如说有两只股票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是讲说一个人 他是通过杠杆的方式啊 买了这个两只股票 那么比如他借了五倍的杠杆 那么当他这个一旦这个股票的价格下跌的时候 他一旦就跌到 比如说他五倍杠杆嘛 他比如他百分之 那个他这个买了100块钱的股票 其中80块钱是借来的 当股票下跌到 这20块钱跌没的时候 你不能把人家借的钱赔光了是吧 所以你就必须得清仓 所以那个时候是强制平仓的 强制平仓的时候 假如说这一个人厚的两只股票 这两只股票 这个人假如说投了几百个亿哈 买了两只股票 我这是乱说的哈 就是只是打个比方 这两只股票本来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但是呢 由于他的清仓 他抛另一只股票的时候 他必须得把另外一只股票全部抛掉 就是他平仓嘛 所有他买的所有股票都得抛掉 所以他可能一只股票的下跌 造成他触及到了这个平仓线 那他就得把所有的股票都抛掉 那么这些股票的话 本来是没有关系的 但在这个人这块关联了起来 那么一只股票的暴跌的话 就可能影响到很多股票的暴跌 所以就是说 现在资本市场已经到了一种 你没法控制的那种复杂的程度了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 中国的这个债务危机一旦爆发的话 你都不知道他到底会波及到谁 也可能比如说 你觉得阿里巴巴可能跟房地产没关系 但是如果有人持股票是这么持的 恒大持了一批 阿里巴巴持了一批 恒大跌到一定程度 说要强制平仓 必须把阿里巴巴的股票也都抛掉 你就会看到阿里巴巴的股票下跌 你会看到恒大危机 怎么会阿里巴巴突然下跌 或者一个这个疫苗的 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健康的 医疗健康的股票的话在下跌 是因为资本市场这种关联性 所以就是说当一个股票 一个就是一个金融机构发生违约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在市场会产生什么样传导的效应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吧 然后加上美国国会 现在就是说有很多问题答不成共识 这些问题的话 都有可能破坏这个全球金融的稳定 这个就是澳洲新闻网的报道 就是讲说这个有可能全球会在10月份出现一次 这个股市大的回调 其实包括像巴菲特也在警告这个事情 那么会不会发生的话 咱们就慢慢看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股票的回调 它并不意味着说每只股票都下跌 在这个很糟糕的情况下 通常那些真正的既有股的话 它还是能够保值的 这就看大家自己的眼光了 选股的眼光了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基金都会下跌 因为基金的话 它是买很多很多股票 所以当大盘下跌的时候 基金它会跟着大盘一块往下跌的 刚才这个澳洲新闻网的这个分析的话呢 就提到了中国房地产的问题 因为前段时间是中共十一长假嘛 就中共篡政啊 这个就是中共篡政多少周年了 72年了 是吧 那么在这个长假期间呢 通常都是家庭看房和卖房的日子 但是今年的国庆长假呢 这个房地产市场就特别的 这个就是令人失望 这个是上海证券报的一个报道 这个新浪转载 说今年国庆长假 北京楼市没有迎来金酒银食 其实岂止是北京全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都没有迎来这个金酒银食 这里面讲的一些数据 比如像西城区 这个有一个这个乐坛接到某中介店长小张啊 说这个今年的这个国庆长假呢 几乎没有来看房的客户啊 跟去年这个反差极大 去年的时候是每天有十几组的啊 所以也就是说呢 他现在看房的人下跌了90%都不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房产中介叫小王的啊 他也说说今年的话呢 成交量大概比以前大降了八九成 所以整个其实如果你要看一下这个 他的这个这个统计数据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整个9月份 这个楼市的成交都在下滑 大家看这张图哈 同比下滑17个主要城市 9月份同比就是比去年9月份下滑了35.6% 环比就是比8月份的话下降了6.9% 按说金酒的话 9月份是卖房卖的最多 应该比8月份增加是吧 他反而下降了这个大概7% 然后一线城市的话下降了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样子 这是环比同比的话呢下降了这个40% 然后呢二线城市这个环比稍微增加了4.38% 就在二线城市里面出现了金酒啊 就是比这个8月份多了一点 但是你看同比下降了31% 就是比去年9月份的时候下降了31% 三线城市更惨 环比下降了8分之一 然后呢这个同比下降了54.5% 下跌了一半还多 就三线城市在9月份 所以金酒在整个9月份都没有出现 银食的话也是一样啊 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整个十一长假期间的话 也是下跌了八九成的样子 这个房价呢卖不出去呢 这房子卖不出去大概是两个原因了哈 当然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政策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人口流动问题 政策问题的话就是货币政策的问题了 因为中共现在监管部门就是收紧了这个民营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信贷支持 所以呢房企就没钱啊 就是他借不着钱嘛 借不着钱的话就没法买土地 所以这个八月份呢中国土地销售的金额按年比计算 就是比去年八月份出现了17.5%的跌幅 这种跌幅的话是在2020年2月以来最大跌幅 可是大家知道2020年2月份发生什么事呢 不全国这个都lockdown了吗 是吧都封锁了 当时由于这个新冠疫情的爆发 所以就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可能只比2020年2月份的时候好一点点啊 所以说明这个情况确实是非常糟糕 这个呢是一个政策问题啊 这个政策就造成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城市的土地流拍 像这个天津61块地参加拍卖 最后卖了40块 21块地没卖出去 然后沈阳的话呢是拍卖46块地 大概只卖出了19块 所以就整个这个全国的话呢 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都特别的紧张 当然这个呢是这个货币政策造成的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人口的锐减啊 这大家可能觉得挺难相信的啊 这是人口怎么会锐减呢 人口锐减的话成了这个中国楼市最大的引诱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自由亚洲的报道啊 这个自由亚洲报道说四大直辖市核心区 十年间人口锐减 就是属于那种呃 比如像北京西城东城是吧 这都是属于这个核心区啊 上海也是一样啊 就是有一些城市就有一些区的话是核心区嘛 所以这地方就提到说说这个中国四大城市是内地传媒的报道啊 中国四大城市直辖市部分核心社区的常住人口 十年间锐减超过22% 将近这个五分之一多呀 这快到四分之一了 其中北京市人口减少的这个幅度 核心区号高达22.9% 像东城和西城常住人口181.5万 相比这个十年前216.2万 大幅削减了约20% 然后北京东城区的话跌幅更大 跌幅达到22.9% 是四个直辖市降幅最高的区域 包括上海天津重庆等等 都有这个大量的这个人口流出 大家知道这个一个地方 这个房地产到底会不会蓬勃的发展 跟人口流入或流出的话 它是有很大关系的 大量人口流入的话 这个房地产价格又升上去了 人口流出的话 房地产价格就减下来了 像全国最惨的是黑龙江省 一个省在十年之间 整个一个省的人口就减少了六分之一 就减少了16.87 就16.87% 其实人口锐减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的这个男女青年 他的生育意愿降低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男女比例失调 就是你人口锐减 还有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生不出孩子 就没孩子可生了 就是男女比例失调 很多人找不着对象吗 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 也挺触目惊心的 这个数据的话呢 是美国政府网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是america.gov 这是一个政府网站 就是以GOV结尾的嘛 这个里边的话呢 给了这个美国国务院 2019年就美国国务院 2019年度人口范围问题的报告 这里面就提到说 这个东南亚 就是东亚的南亚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的话 就是现在就是很多人口被贩卖到那儿 为什么贩卖到那儿呢 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找不着老婆 根据联合国资料的预测 中国14亿人口 集中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3400万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数据很可怕呀 就是3400万人找不着老婆呀 没老婆可找啊 这个联合国的资料是2018年中国15到29岁年龄区间 每100名女性就有相对应的280名男性 比例仅占男性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15到29岁这段区间的话 这是正好中国刚刚开始计划生育的时候嘛 你往前退30年就是1988年是吧 2018年往前退30年的话就是这个1988年 当时这个很多地方他这个重男轻女的这种思路是 这个这个很就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 所以呢很多地方生了女孩子的话 可能就打胎了就掐死了什么之类的 扔到水里边淹死了什么之类的 一定要生儿子 结果那段时间生出来的男孩就特别多 女孩死的就特别多 所以你可以看那段男女比例失调达到1比3呢 就是一个这个女孩的话对应三个男孩 你说这个这个比你老婆到哪去找对吧 所以我觉得中国未来真的是会出现问题啊 就是你你这个找不着老婆的话 这就真的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呃在这个一个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无耻的一个一个一个就是中共的政策哈 呃就叫什么呢 叫呃大家可以看到暖农村大陵南被窝工程很必要啊 什么意思呢 这是这个发表的这是红网啊 所谓红网的话是中共湖南的省委的官方网站 一个呃就是说中共的这个省委的官方网站的话 能够登出这么恶心的标题来啊 说这个大陵南暖被窝啊 就是他们他就等于是一个人睡觉嘛 啊所以需要找个老婆帮他暖被窝 然后呢就是这里边有一些话真的他非常可怕啊 除了他讲什么大陵南怎么苦不可言 应该具体采取什么措施之外 这个里边有一些话你听到你读着毛骨悚然啊 他说农村娶媳妇难涉及面光影响大 我们不能等不能脱要有急迫感 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解决 我们要采取类似脱贫攻坚时采用的精准脱贫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你读到这的时候你感觉好像是国家脱贫吗 给你发钱是吧 那那现在精准脱贫的方式解决你的 呃没有配偶的问题怎么办 给你发老婆呀是吧 他后面讲说国家固然不能为农村大陵男配发媳妇 但必须积极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条件 如加大乡村振兴力度 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提升农村吸引力等等等等 你这是不是准备新一代上山下先把一些城市女孩送到农村去给这些大龄的男军暖背窝是吧 就你看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很可怕的一个一个政策 所以我觉得中共他有的时候解决问题啊 他通的他通过那种手段的话是非常brute force的啊 就是完全是那种暴力的方式解决啊 暴力脱贫啊 你再说穷再说穷的话 我拿钱砸死你是吧 我让你就不穷了是吧 呃 然后的话 你没媳妇没媳妇的话 这真的咱也不知道中共还能够想出什么招来 但是总而言之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 他真的会造成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啊 甚至可能是这个社会动荡 所以呢 这个你这个人娶不着媳妇就没孩子生了 就是生不出孩子之后的话 人口一下降 你那个房子盖了更没人住了是吧 所以我觉得长期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发展情况的话 那是一定要看淡的 呃 所以有人说说那这没有没有房子卖不出去怎么办啊 说卖不出去的话 那就收房产税呗是吧 这事的话 其实中共讨论很久了 我觉得最后中共走投无路的时候 可能真的就会走到这一步去 呃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新闻大概就是这些了哈 咱们剩下呢 咱们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就是回答一些大家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咱们因为有一些朋友提了一些问题 我也就 我也就就是顺着念啊 就是念完之后的话发表一点感想 呃 第一个问题说 牺牲 这是香港的朋友吧 牺牲对台动武不需要打台湾本岛 拿下个马祖小岛 就可以达成要武扬威连任目标 美国也不会对小岛大动干戈 其他就要宣传 呃 这个我我其实一直在讲这个中共不会打台湾 不会打台湾哈 这个我倒不是说 呃 就是这个让台湾人放松他们的警惕啊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真的不敢 他就算是打下一个马祖小岛啊 比如说他不想这个登陆台湾本岛啊 比如说打拿下金门 金门的话离那个 这个厦门是非常近的吗 是吧 离那个鼓浪雨是非常近的 就没没多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就打下来了 但是呢 我觉得哈 一方面的话台湾必须得做出反抗的姿态啊 那么这个双方就会发生局部的热战 其实中共很怕热战 中共连跟印度打 中共都不敢啊 就前一段时间咱不是看中印边境冲突吗 然后说这个呃 就中国和这个越南和这个印度人打仗的时候 互相之间都没有拿枪的 他们都是什么拿 拿拿拿棍子还是拿什么打架 就跟那个肉搏那种感觉似的 完了之后说打死了印度多少人 那个地方就是叫叫拉达克地区什么 那个具体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啊 就是前一段时间中印边境冲突的时候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共连跟印度发生武装冲突 他都不太敢 更不用说跟台湾发生武装冲突 所以我觉得就是习近平是无论如何都不敢 而且就是说他比如说他真的去打了一个金门 或者是马祖国际上一定会进行全面的贸易禁运的 你现在看到就中共不从澳洲买煤的话 中共就煤煤可烧到处都停电 国际禁运的话中国的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的话就会面临着这个就是极度的短缺 然后的话大家吃不上饭点不点不上这个灯 然后呢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挨动 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是习近平他会就是顾虑的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如果你打这个仗之后的话 你又不能够取得一个关键的全面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又对你进行经济制裁 帮你提出这个国际贸易体系 我觉得在党内的话也会有很大的这个反弹的 我曾经讲过一件事哈 我说不打台湾的话是习近平可以决定的 但打台湾的话不是习近平可以决定的 因为还有军方是吧 前段时间咱不是看吗 就军方就是跟那个习近平告状吗 就说他们那个宣传口就为了自己的这个嘴痛快啊 外交部就为了自己的嘴痛快啊 到处骂 真要是惹毛了敌人发生了热战的话 军方说我们可不为他们背锅是吧 所以就是习近平即使是他想打台湾的话 那些酒囊饭袋们他们我觉得也不敢啊 因为其实打仗的话最后还是要靠指挥的嘛 是吧 如果你指挥不行的话 你的武器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啊 我觉得这个我这个问题我就这么看哈 我觉得习近平不敢打台湾 第二个问题好像还是这个朋友问的哈 说习近平对经济外交民生控制权都不在他手上 或者根本不关心 抓军权打仗才的首要目标 这个我多次说过习近平性格了哈 他是不敢打胆子很小胆子很小 呃 其实真正那个胆子大的哈 就是这个呃 那种人呢 他在这个老百姓心里边 在那个就是军队的心中的话 那是很有威望的 但是习近平不具备这样的威望 呃 习近平就他就连那个就是在国际社会这种就是出国访问 然后跟外国元首会谈 如果稍微有一点风向不对 习近平就龟缩着不敢出去了啊 咱们看习近平自从2020年就是应该是1月15号是吧 当时在缅甸访问 然后回国之后就一直没有出国嘛 他我觉得他不出国的话不是什么新冠疫情的问题啊 他就是不敢见那些人啊 怕那些人问他一些尖锐的问题面子下不来嘛 呃 其实我倒想起那个谁了啊 就是习近平在军队中的这个这个威望 让我想起唐太宗来了啊 唐太宗跟他正好是截然相反的 就是 我记得那个就是我在讲肖年风云 讲到那个第三部随堂盛事的时候 讲到过唐太宗的一些事啊 就唐太宗他当时在选我们之变以后 大家知道那个太子建成和元吉的手下呢 也有很多人是想杀唐太宗的 当时想要谋害他的不下数百 乃至到上千人 就是建成和元吉原来的那个 就是他们的相当于卫队吧 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里面讲了一个事 就说当时选我们事件平息之后呢 就有人劝太宗把这些人全部赶走啊 因为他们就随时都可能去谋害太宗 结果太宗皇帝呢 是把这些人隐居左右近视 就是把他们引到自己的身边来 让他们贴身做自己的示威 然后说心术豁然不宜 不有遗嘱啊 就是说他很豁达 然后的话呢 就是他也对那些人没有什么疑心 但唐太宗这人真的很有魅力啊 他们一看到唐太宗之后的话 自动就放弃了要就是为建政和元吉报仇的想法 呃这种个人魅力的话 我觉得他的真的确实是力量是很大的 呃我记得当时唐太宗单旗退突厥吗 就是在那个唐太宗刚刚即位不久 呃杰利克汗当时就带领几十万突厥大军 一直供到长安城外的魏桥边上 然后唐太宗亲自就出去跟他谈判 当时唐太宗让所有的人都后退啊 他自己一个人骑马往前面走 然后的话跟那个杰利克汗对话 当时很多突厥的士兵是自动下马啊 向唐太宗摇摆就摇摇的就给他磕头 太宗皇帝在以前统一天下的时候 曾经打过那个薛仁稿 打那个薛仁稿那个部队的时候 最后就是把他们灭掉之后呢 就根本就没有去把他们的部队解散啊 然后的话呢就和他们那个手下的将军跟士兵一块打猎 不做任何防备 但是打猎的时候大家都拿着弓箭吧 拿着刀枪就真要有人想暗算他的话 那时候远远的射一箭 可能就把唐太宗就射死了 但是唐太宗他就和这些人一块打猎 他也没有疑心 完了之后凡是能够接近他和看到他的人 都被他的个人魅力所折服 就没有人去反叛他 像这种东西啊 我觉得他不是人能求来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这种人 你就会知道这种是成大事的人 习近平是绝对成不了大事的 你看他那个那个样子你就知道 就是呃 就是个人的知识水平也不行 然后呢这个个人的魅力也不行 个人的胸襟也不行 然后个人的眼光也不行 嗯 在他当政期间的话 能把中国的经济搞得这么糟糕 而且几乎每做一件事情 都会变成一个大丑事 我觉得这种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 他这些事情都做成这个样子的话 他更不敢打台湾啊 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说 他第一没有那样的胆量 第二的话 他真的也没有这种 就是说 他真的也下不了这样的决心 我觉得 下面一个问题说 想知道张教授每天的日程表 哈哈 感觉同时在做好多事情 怎么应付得过来 哎呀 这个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 其实坦率的讲啊 我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大家看到我就是在呃 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吧 一开始都做那个节目的时候 是呃 天天做嘛 几乎是每天都做 但是呢 就是现在最近 大家可能看到我隔一天才做一次节目 就是因为现在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就是我每天下班到家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就是一个全职做做这个自媒体的人 我是基本上来说是就是就是白天的话 我要在飞天上班啊 或者是就是我有那个我在大学里面的就是教学任务 我是一个全职的在大学有教学任务的 呃 那么下班以后呢 到家的时候差不多就得吃完饭就得八点了啊 然后呢就是我看新闻的话都是白天的时候看 我一般早上六点钟的时候起来啊 因为我是个 大家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嘛 我六点钟起来那是有原因的 到那个时候要起来 然后的话呢 呃 要打坐呀什么的 然后呢再去上班 上班班 这个白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走路吃饭 这个或者是这个就是下课的间隙 或者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学生写作业的时候 就开始看我的那个手机 就是看看新闻 看完新闻之后想一想 今天有哪些新闻差不多是可以 可以可以讨论的 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推特上 我就会retweet或者share的link啊 我就把那放在我的推特上 然后回家的时候呢 我在晚上再把这些推文再看一遍 看一遍新闻的话 想一个思路把他们组织起来 然后的话做直播 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的每天的这个日程大概就是这样 最近一段时间呢 其实我有一些这个新的变化哈 这个我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 这个可能我以前跟各位朋友们说过 给大家看一下哈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机构叫天亮联盟 我主要是觉得就是说在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上 教育媒体和艺术它的角色是太关键了 所以我成立这个非营利机构呢 主要就是想在这些方面能够做些事 那么现在的话呢 其实我花了很大的精力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次筹款 我们当时是想把这个五部在新唐人电视台合作的这个讲史系列 《笑谈风云》的整理成文字 目标的话是在2021年年底完成 然后当时我说我要筹款1万美元 结果呢我真正开始做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工作台哈 大家可能会觉得蛮有意思的 这是我在整理这个大明王朝的文字 就是从那个从那个呃就是节目里边 就是DVD上听打出来的东西 听打出来的东西呢 因为它口语很口语化 我把它尽量改成就是口语化不要那么那么多 然后底下大家可以看到哈 就这块原始第205卷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像什么原始第114卷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在整理的时候呢 我想尽量把我讲过的内容 都把它那个正史中的原文给放进来 因为有些东西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太太太玄妙了 太奇妙了 或者太巧合太偶然了是吧 可能有些事情难以置信 所以我就把正史的原文给放在这 表示呢我讲的每一句话 每一段话其实都是有出处的 但这工作量特别的大 我本来以为我一个小时就能整理一集 但是现在我发现我整理一集要五个小时 但是呢我现在还是在尽量的花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把这个整理完了之后呢 就是把它就是放在市场上去卖 卖了钱以后呢 就是我想这个做一个有做一个项目 启动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跟社交媒体是有关系的 我现在不能透露具体的细节 我估计大概这个项目要是 不是一个社交媒体 是一个跟社交媒体相关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如果要是启动的话 大概需要25万美元的资金 然后呢像咱们众筹 我以前在这个我这个网页上众筹过一次 众筹过一次的话 这个你说一个人捐三块五块的话 这个其实解决不了问题 三十五十也解决不了问题 它其实是需要很有实力的企业家 比如说你给我投资比如说这个五千一万的什么之类的话 那个我觉得才可能会凑够这25万 我现在我也这个现在没有找到这么多有这样能力的企业家 所以呢这个怎么办呢 我现在就想把这个消灿风云赶快整理完了之后的话 能够卖点钱 卖点钱之后呢管怎么样 就是说先把这个项目先启动起来 先move on move on以后的话 先往前走 然后呢等挣了钱之后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东西卖完之后的话 再再就是投投资到我这个现在想做的这个项目上吧 当然了如果有非常有实力的 就是这个企业家愿意赞助我的话 那可以在这个网页上跟我联系哈 就是这个捐款网页上可以跟我联系 然后呢可以把钱汇给我 但是我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不能透露这个技术细节哈 就只能是凭着大家对我的信任了 如果愿意的话 就是说相信我不会乱花钱 那么这种就是说我做这个项目的话 它是将来会盈利的 就是我现在想因为求人不如求自己 我觉得与其靠别人捐款 如果我真的能靠捐款投资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或者启动我这个项目 将来能够有收益的话 把这个收益会回到这个天亮联盟 这样以后我再做事的话 我就不用去求别人了 呃 其实我想要做的事啊 真是都挺花钱的 真的是挺花钱的 因为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 就是支持这个飞天大学 飞天大学在这个中城建了一个分校 呃 现在呢 就是有很多的工程在建 然后需要花很多的钱 呃 高等教育这块的话 是特别花钱的哈 就是这个几百万 差不多才能够做一个稍微小一点的事情 你要真正做大事的话要上千万 所以呢 就是说 我现在就是想通过一些这个筹款也好 或者联络别人也好 就是希望能够能够为这个事情尽点力吧 呃 反正这个事呢 我也说过哈 就是我 跟大家就是筹款的话 不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钱啊 任何一个人来自中国大陆的钱我都不要 因为涉及到你们的安全问题 我是必须为你们安全负责任的 呃 再一个的话 法轮功学院的钱我不要啊 这个我自己的话呢 就像做这个油管频道 比如说我我我能赚一点钱呢 我能够省一些钱放到我这个天亮联盟里面去 但是能够放的钱的话真的还是很有限 呃 一年能放个几万块钱 我觉得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可能很多时候还得想办法去出卖一些我的知识产品吧 就是能卖点钱 这样的话才能做些事儿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说哈 就是我现在就因为在忙这件事情 所以呢 就是有很多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像油管频道上这些事情呢 就是我只能是尽力 但是呢 我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油管这个事儿呢 一旦你上去以后啊 开始做了以后的话 基本上跟上的战车是一样的 基本上停不下来 因为你一旦停下来之后的话 这个油管上他慢慢就不推送你了 就能影响力会降低 所以呢 就收入的话就会减少 所以就是说只能是至少隔一天要做一次啊 我只是给我自己这样的一个规定了 呃 反正呢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多少 我只能说自己尽力了 这就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安慰吧 所以这位朋友问我说这个很想知道 我怎么好多事儿好像能应付过来啊 其实真的坦率的讲 现在是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跟大家说了一点我自己的事儿啊 挺感慨的 因为这个做点事儿真的是不容易啊 这个人世间呢 他有一个礼叫相生相克呀 就是你做一件事儿的话 他会有很多的阻力的啊 这个只能靠我们自己 靠着一股任性和靠着信念往前走吧 但不管怎么样 因为我是一个修炼的人嘛 我是一个法轮功的修炼者 所以我做事的话呢 我是不能够走就是不正的路的 只能是走正路 顺便说一下哈 我刚才提到捐款的事儿 如果你是法轮功学员的话 如果你不是一个大企业家哈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靠工资生活的法轮功学员的话 不要给我捐款 因为大家真的挺不容易的 中共迫害法轮功啊 这个这个大家这个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大家生活其实都很不容易 所以呢这个我自己能做的哈 就是我自己能赚的尽量赚啊 就是如果要是有人愿意赞助我的话 那只有非常有有这个就是实力的企业家吧 这不影响您的生活 然后的话您觉得比如说拿出10万20万对您来说的话 就是毫无影响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这种钱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商量哈 OK啊咱们接着往下走哈 这个 有人说要跟我联系一下哈 约入一千的捐多少 如果你约入一千的话不要给我捐款哈 你约入你约入一万块钱以下的 你不要给我捐款啊 千万不要捐款 我是绝对不会要这种钱的 因为你你捐款你给我三块五块的话 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还影响你的生活 这种人千万不要给我捐款啊 约入一千的话就自己好好花吧 约入一万以下的自己好好花吧啊 这个下面说一下这个接着说会员问题哈 就是 非常喜欢张教授的讲评每天最期待的节目没有之意 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 能否在直播中讲讲人民币汇率的事情 为啥这么坚挺 谢谢 哦人民币汇率哈 现在大家可能看到就是从去年开始人民币汇率最好生日吧 这个跟我们预期好像不太一样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疫情期间呢 很多地方的工厂都停工了啊 工厂停工之后的话 他不不生产吗 那么中共那边的话 他还在开工生产 所以呢 那你要买这个比如说一些日用品的话芯片呢 或者什么是有的很多东西的话 只能从中国买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中国就会有大量的出口 因为他出口多嘛 所以他的这个贸易顺差呢就大 就这么简单哈 非常简单 就是等到疫情过去以后 各国一旦开始生产 或者是产业链慢慢迁移到呃 本国本土去的时候呢 这个人民币汇率会降下来的啊 我我觉得是这样啊 咱们可以再观察 下面一位朋友说 这个朋友提了很多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前阵子中共军机频繁扰台之后 拜登说他已经跟习近平谈好了 共同遵守台湾协议 这个台湾协议是拜登自己突如嘴说出来的哈 他有的时候说的话 你真不能当真 你不知道他当时脑子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他说的台湾协议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啊 对台关系法什么说 就那些法案啊 其实他跟中共之间没有什么台湾协议 下面这位朋友说 习近平感觉随便忽悠两句 美国总统拜登就相信习近平会遵守承诺 而又要对中共绥靖了 请问您怎么看呢 其实你看习近平十一讲话的时候 调子已经降低了哈 当然他说的很可笑 说他是什么继承了孙中山的什么 什么遗志 完全是胡扯哈 但是他也没有就是说 一定要强调武统台湾 这个我觉得跟西方国家的强硬表态是有关系的 很多朋友啊 这个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是光谱啊 比我靠右的多啊 这个然后有有我对那些左派的话 我也我也很不敢冒 但是呢就是我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叫客观公正啊 我觉得我是客观公正的 所以我对左派是非常看不上的 但是对于很多极右翼的言论的话呢 其实我也抱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哈 我觉得是所谓极右翼的话 就是那些阴谋论的东西 Q理论什么之类的 那个东西我真的是不相信啊 就是我觉得太就是Q理论的话 我觉得他经常会给给给大家塑造一个 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啊 存在着某一种超级英雄啊 他们在做些什么大事 然后呢说这个我们只要等着就行了啊 我们等着这是什么川普哪天回归什么之类 这种事我真是不相信 我觉得他违反了我对美国的理解 违反了一些基本的常识 但是说到这个贸易战呢 就是有很多人就觉得我太乐观了 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是有朋友说 还是有包括一些学者吧 就是说这个美国 他在贸易问题上很快就怂了 我其实对这个事我也一直是觉得 美国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认怂的 因为我以前曾经讲过 美国他是这种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 他和这个中国拉路那种原教旨的 那个列宁主义 他是这个互相之间看不上的 其实你经常会看到 就是很多社会主义国家 互相之间骂来骂去 反而骂的特别严重 就像当时中国跟越南之间发生战争 越南跟柬埔寨之间发生战争 都是共产主义国家 然后当时包括在60年代初的时候 中苏论战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些事其实你会看到就是 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持社会主义理念的 他们互相之间也很 互相之间也很敌视 甚至敌视的这种深度的话 程度的话要高于对自由社会的敌视 因为实际上我曾经讲过 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邪教 邪教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具有鲜明的排查性 任何不符合这个邪教的话 它都觉得是必须要消灭的 邪教政权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那么在同一个邪教里面的话 在争夺这个统治权的问题上 大家也是打的不可开交 这个里面打的甚至可能更激烈 就像是这个 怎么说呢 就当时中苏的话 都想做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 是吧 那他互相之间这个理念不同的话 他就可能会爆发热战 就像当时中苏那个珍宝岛 打起来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邪教内部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宗教的话 它不同的派系互相之间 也是兵容相见 是吧 你像伊朗和伊拉克 按说它都是伊斯兰教 但它的教派是不一样 所以它有的时候 它也会有这样的冲突 这个我倒 大家不要有什么联想 我只是说 你都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话 并不意味着说你们就是朋友 你们都相信伊斯兰教的话 并不意味着说你们就是朋友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美国呢 它现在的话 它是有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理论的 那么它跟中共这边的话 它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达成妥协 我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我现在那个 我没有把那个link找出来 就是戴琪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讲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放弃了 让中共去调整他的国策了 因为他知道中共不可能调整国策了 包括国家补贴 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盗窃什么之类的 川普一直给中共施压 说在第二阶段贸易协定的时候 我们要谈这些问题 但是戴琪现在已经放弃了 放弃的话并不意味着妥协 放弃的话是说我不跟你谈了 所以你会看到有的时候 大家对戴琪的解释 戴琪在那个前两天 那个那个智库发言的时候 叫CSIS 那个那个智库发言的时候 他说要和中国recoupling 当时川普时代的话 大家说脱钩吗 decoupling 现在他说recoupling recoupling的话 大家又觉得 你要跟中共挂钩了 是吧 跟中共重新挂钩了 不是这样的 他那个recoupling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能合作的地方 还要合作 不能够完全脱钩 但是在不能合作领域的话 我就不理你 所以当时戴琪在接受访问的 大家可以去 自己去找华尔街日报 那个报道 大概就是一两天之前 两三天之前的报道 他说 我们已经不指望 中共在这些方面 做出改变了 什么知识产权盗窃 什么国家 那个就是 这个 就是政府补贴 什么之类的 我们不指望他改变了 我也不跟他们谈 第二阶段贸易协定了 然后记者问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那些领域的话 我们就脱钩呗 对吧 我们想办法把产业链 迁回到美国呗 是吧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那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所以 其实同样的一个词呢 我觉得你站的立场不同 可能对他的理解不一样 但是我 相对来讲的话 你们 观众朋友 不管是觉得 我的立场偏不偏 我是觉得 我把我认为的 最客观的东西拿出来了 我不是说 因为我用这个幻想代替现实 用这个理想代替现实 用梦想代替现实 我其实是 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我才这么说的 因为我修炼 就是我的原 修炼的那个大法 就是原则就是真善忍 我要讲真话 我不可能 就是说 我自己不相信的话 骗大家的 就是我讲 都是我最真实的一种 对这个 对这个社会问题 对一些社会现象 包括对这个 国际关系的一些分析 下面一位朋友 问说 日本新首相 已经产出 习近平与岸田文雄 进行首次通话 通话内容包括 钓鱼台 香港 新疆 台湾问题 感觉习近平 有想要安抚日本 好像他可以继续在南海 跟台湾为所欲为 想请问张教授 针对岸田 跟习近平通话之后 会不会对抗中共的姿态 又放软 其实日本 我对 我这并不是瞧不起日本 但是呢 其实日本在整个的 国际关系上 它真正起到的作用 并不是太大 一方面的话 日本它有一个 那个它和平宪法嘛 所以日本 它没有强大的军队 所以呢 它对外的干涉的力量 是非常有限的 最多它也就是 有一些经济政策 可以干涉 但是其他别的方面的话 它能够做的事情很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其实日本是看 美国大哥的脸色的 美国大哥 如果要是对这个 中共非常强硬的话 日本一定会非常强硬的 那所以就是说 日本是跟美国的 如果美国跟不住的话 就是如果美国在这个 东北亚地区 或者是这个台湾地区 或者南中海地区 不愿意出头的话 这个时候 我觉得日本一定会强硬起来 日本的话 它甚至有可能废数 和平宪法 重建军队 日本要重建军队的话 太快了 而且我觉得日本 它真的是 它的那个制造也非常厉害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国民的素质非常高 而且就是它那种爱国 是真正的爱国 它的那种民族主义 对那个大和民族的那种 认可和骄傲 认同感和这种骄傲感 我觉得也是非常真实 所以如果你要是想 这个欺负日本的话 你真的提到铁板上了 如果你在东北亚地区 为所欲为的话 或者你对台湾 因为你对台湾之间的战争的话 就等于离日本的 那个琉球群岛就太近了 就是这个 就是琉球群岛附近的 那些岛屿的话 就太近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日本它一定会 就是出动 它的这个防卫部队 去保护日本的领土 同时的话 它会给中共施加压力 所以我觉得日本 现在之所以 没有那么强硬的话 是因为有美国大哥罩着 如果美国大哥不罩着了 我觉得日本很快就会 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军事化的过程 会非常快 这个呢 是我对这个事的看法 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 就是我在讲 这个国际关系的时候 我可能偶尔会讲讲加拿大 或者偶尔会讲讲欧盟的问题 但其实我基本上不太 重视这些地方 不是瞧不起他们 是因为在真正的国际大国之间的博弈里面 现在还是中美博弈的话 是最最最有影响力的 是是是是这个 就是其他各国 其实只是在选边站队而已 第三个问题 关于美国亚利桑那审计结果出来之后 美国会有什么动作 目前的感觉好像是我已经作弊得到总统的位置 就算让你查到我作弊 你就能拿我怎么样 我还是要做完四年总统 对于做票上台的人完全没有办法 而民主党在这四年内有很多时间可以为他们往后选举 进行必要的作弊手段 这个事我觉得这样啊 就是美国当然他的民主社会的话 他有他的问题 就是他做事情的动作太慢 就是你看那个亚利桑那不是发现很多问题吗 怎么办呢 那现在的话就是亚利桑那的总检察长 他会介入进行调查 因为他首先是他是一个法治社会嘛 所以发现问题是第一步 发现问题之后的话 第二步的话就是进行司法调查 那么如果发现违规行为的话呢 可能进行起诉 完了之后再打官司 这个过程的话又有可能旷日持久 从这个州法院打到这个联邦法院 从联邦法院的话往最高法院打 最高法院接不接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过程的话 大概可能真的得几年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民主党不会四年的时间 为所欲为的 因为他中级选举之后的话就会下去了 很多人觉得说啊 这个他们有这个投票机 有什么什么作弊的各种各样作弊的手段 他们这个中级选举的话 他们继续作弊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啊 我觉得这个作弊的话呢 这个全国统一协调这个事情 就是说在总统选举这方面的话 是相对来说呢 更容易一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这两个候选人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 当时大选的时候 总统的这个投票 就是川普得票和 他那个选区的众议员 共和党众议员得票的话 他 这不是一个趋势 川普不是说吗 就是很多众议员 当时就是他们认为说 说这个民主党 他一定会大笔数的赢回那个众议院嘛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就是反而是把这个众议院里边的 共和民主两党的这个 这个就是席位的缩小了 是因为很多共和党他得到了川普的背书之后的话 等于是借了川普的身份车他上去了 那要说舞弊的话 为什么那些人上去了 川普下来呢 就是因为 每一个地区他的那个人的名字不一样啊 就是你这个地方选选选议员的人的名字不一样 他如果要改动照票的话 那是很麻烦 但是总统不一样 反正就选川普就完了 是吧 就拜登全国的话可以统一 我是这么分析啊 所以就是说地方选举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他 特别是选国会议员这个事情 我觉得统一行动的话难度要大一些 当然我这么说的话 可能很多人不同意啊 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了 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我们会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时候 看到民主党的大败的啊 我觉得共和党会拿会很多席位的 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会如此 这是我的一个 可能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啊 成不成的话 咱们到时候再说吧啊 下面一个朋友 不是这个朋友继续还有一个问题 说最后有一件事跟您说一下 中国国民党跟与中共已经都不演了 最近中国国民党在对台湾的立委陈伯韦进行罢免 而央视赤裸裸介入罢免并下指导期 央视公开指导朱立伦 朱立伦这个战斗兰战略战术 要朱立伦不怕被抹红 力推删Q30罢免案 把四大公投当做倒戈总动员的 这个事我是这样看的 台湾呢 某一个政党的领导人表态不重要 现在真的不重要了 因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了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他真的是跟中共走得很近的话 他真的是自寻思路 关键台湾的事在台湾人民的手里面 这次我看蔡英文那个就是四个坚持啊 那个演讲 就是这个双十的演讲 我觉得我看了之后还是有点不过瘾的啊 其实我觉得蔡英文应该这样讲 说两岸的问题之所以分裂 台湾是没有责任的 责任完全在中国大陆 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谈统一的问题 但是前提是中国大陆 必须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和大陆的民意代表谈 而不是跟一个独裁的政党来谈 只要你们开放言论 开放互联网 开放公平这个选举 有独立的司法 我们马上跟你谈 你看蔡英文如果这么说的话 中共怎么办 中共气死了 我觉得他又没有任何的方法去回应 我觉得其实呢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现在主要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未来的前途是台湾人决定的 因为台湾人人民手里面有选票 对吧 所以我前两天做了一集节目 我说对台湾最危险的是什么 对台湾最危险的是 中共对台湾媒体的渗透 给台湾人民洗脑 告诉台湾人民 大陆人过得不错 你们如果想富裕的话 你们可以这个就是跪倒磕头 然后呢到大陆 就是被接受大陆的统一 这样的话你们的生活就幸福起来了 最怕的是他们对台湾的这种洗脑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台湾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是两个 一个是媒体 一个是教育 在台湾的教科书里面 一定要讲清楚共产主义这个邪教 他的邪恶 他在大陆做的那些坏事 造成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包括现在那个新闻媒体的话 要把现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那种 害人听闻的人权迫害的真相揭露出来 告诉台湾 所以其实其实在台湾现在有那个大纪元时报嘛 就是这是非常公正的报纸啊 他会把中共那些邪恶揭露出来 台湾人民如果能够 比如说经常看看大纪元时报的话 他们绝不可能被中共统一的 朱立伦如果在接受中共下指导旗的话 就是自寻死路了 我觉得他们在2024年选举的话也没戏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 这个就是如果有台湾的朋友能够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一定要注意啊 在台湾的话要注意这个媒体的影响力啊 就是注意这个不要被泛红的媒体洗脑 然后呢 如果台湾人民真的就是说认识到了这种泛红媒体的 他的这种危害性的话 就是通过你们的立委 通过法案啊 然后的话去禁止这些就是中共被中共染红的媒体给你们洗脑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台湾人现在可以做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哪个政党什么姿态都不重要 能够了解中共的邪恶啊 然后能够台湾人民用选票来选择自己的未来 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下面一位朋友提问说 程晓农在陷阱系列节目里分析脱离共产党后 中国国家的民众因为自愿反思和抛弃红色价值观 所以他们转型是最成功的 而中国未来民主化转型大概率是俄国模式 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吗 关键的问题是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像那个波兰像捷克 我真的很欣赏这两个国家 他们对这个共产党的认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清晰 特别像捷克那个原来那个总统哈维尔 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波兰我觉得也相当好 非常好 像当年瓦文萨这个搞这个团结工会 他们对整个这个共产党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他们转型以后呢 他们就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就是他们的转型的话是主动的来自于民间力量的转型 是因为他们讨厌共产党 所以最后的话 他们转型之后就去共产党化 去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影响 包括党文化 它的流毒什么之类的 就是总而言之是去共产党化 那么中国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在转型之后的话 也需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啊 就是去共产党化 其实呢 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大纪元时报不是发表过一系列书籍吗 九评共产党 漫谈党文化 包括这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还有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这四本书哈 就是在理论上来讲的话 已经都准备好了 只要中国未来 我们有共产党 这几本书的话 在全国那么普及开 大家不断的搞一些读书会 要讨论的在大学在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智库啊 演讲什么之类的 就把这些问题 包括在网络上不断的讨论 能够有形成这么一个氛围的话 可以很大程度上去避免 就是变成一个 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共产党社会 就是有的国家 你看到共产党没了哈 可是那个人的生活方式的话 还像是在共产党社会里面 但是我觉得如果 这些能够深入反思和揭露共产党的书 在中国能够普及的话 就是因为理论准备已经好了 就大家只要了解一下就可以 当然我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曾经做过一套节目 就是跟新台湾电视台 合作了一个叫漫谈党文化 就是结构了很多共产党那套话语体系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呢 如果在大陆能够传播的话 就是我对大陆的未来的前景 其实还是有希望的 如果真的能够转型的话 一旦开放言论的话 我对大陆的这个未来的话 还是有希望 今天都已经10点58分了 咱们大概也聊了 有差不多有这个一个小时了 我再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吧 有一个网友提问说 天天老师 我最想问的是墙内韭菜 如何在如今计划经济各行业 进入萧条级 做出生活上的决策呢 比如很多人包括我面临重新择行择业 不知道如何选择 哎呀 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 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这个生活的 生活的这个这个他的他的这个知识啊 他的这个 就是你能够选择的职业范围 我也不清楚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个人做出一个建议 其实我离开中国已经这么多年了哈 我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宏观的情况的话 我大概知道 就是呃房地产的经济啊 这个这个高层的这个这个现在的权斗啊 他的心态什么之类的 微观上具体到某一个哪一个行业 现在就是说是一个有希望的这个行业的话 这方面我真的还没有仔细的研究过 所以呢就是说 其实呢 我覆巢之下没有玩卵的 如果真的是搞计划经济 一切退回到那个就是文革时期 当然可能不会那么严重了 呃那样的话 其实大家也得活着是吧 我只能给你什么建议呢 我只能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吧 每一个人呢 他的人生中遇到的苦难 因为我是一个修炼人哈 我是一个有神论的人 每个人人生中都会遇到苦难的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当时人来到人世间的时候 按照圣经的说法 就是因为人以前有原罪嘛 那么你来到人世间的话 总会遇到很多苦难 特别是在人世间在这种无名之中 就是善恶标准被共产党洗脑扭曲了以后的话 人不知不觉中可能会做一些坏事 有的事你可能觉得这事不是坏事 但是人觉得是不是坏事 这个事情不重要 重要的是神觉得这个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比如说像乱性这种事情 可能大陆很普遍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在神的眼里面看他是坏事 坏事的话就会造业 造业的话就会有报应 报应的话就会有苦日子 所以我只能说什么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特别动荡的时候 我觉得我能够唯一劝大家的就是做一个好人 在乱世中间做一个好人 我觉得至少我觉得就是神会保佑这样的人吧 我也只能是祝福这个善良的人们哈 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过程中的话能够受到的冲击少一点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咱们聊了一个小时了 已经非常感谢大家的 这个我看已经有5000多人同事在线在看了 非常感谢大家过来捧场 我们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通常我这边直播的话 peak这个时候通常是2000人3000人 5000人的话大概还是在大选的时候 那么多人关注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看 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捧场 再次感谢大家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如果您要是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大家也把我们这个频道传播出去 扩大一下它的影响力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 今天就登陆 Land of Hope.tv Land of Hope.tv